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常驻中国二十余年 亲历了中国摇滚的草创期 流行乐的兴盛 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发展历程 他就是著名录音师 混音师 中日音乐合作策划人 素颖靖三 给华语乐坛 感觉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说起素颖靖三和中国的缘分 还要追溯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1997年 内地和香港的乐队歌手共同录制 那一张摇滚合集7月1日生 黑豹等的中国摇滚草 创期想当当的乐队均有参加 当时素颖靖三所在的唱片公司 JVC日本胜利公司 派他到中国参与制作改章纪念专辑 而这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让素颖靖三彻底迷上了中国 并在1999年正式搬到北京工作生活 当时中国音乐产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只有电视台和电台才有录音棚 而且有的录音棚调不出声 有的麦克风还不好用 但回忆起这些 素颖靖三却兴致荡然 虽然很辛苦 但不知为什么 我却有种开心 新潮旁爱的感觉 感觉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 当时正处于摇滚草创期 虽然歌手组合们也在积极地开演唱会 但在专习制作方面 大家都没什么经验 我当时特别想做出些东西来 但是器材却又满足不了需求 我就在这种状况下 想方设法地做音乐 刚到北京的那几年 素颖靖三接触的基本都是摇滚乐 黑豹 唐朝 零点等都曾和他并肩作战 我很乐于去做 我想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2000年起 流行日子的工作渐渐增多 并开始成为素颖靖三的工作中心 至今为止 他已经为陈琳 梁坤 低玉春 吉克俊 等歌手制作过专辑 最近 还亲自操刀 为实力派女歌手黄喜山 夏图制作了专辑 素颖靖三做音乐时很下功夫 大家对他评价很高 许多歌手更是直接指明 但客户们的要求也很高 来找我做音乐 的很多都是要求很高的人 很少有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工作 但是我很乐于去做 我想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素颖靖三说 素颖靖三工作内容变化的过程与中国音乐界中流行乐兴盛的过程相吻合 他说超级女生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等节目的影响力非常大 从超级女生时期开始 中国的音乐界开始逐渐产业化 当时正处在一个过渡期 大量的资金开始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 国内演唱会场次增加 票价提高 草莓音乐节 民敌摇滚音乐节 等大型户外音乐节开始定期举行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以前只能在小小的Live House展演空间表演的摇滚和朋克歌手也可以在主流舞台表演的 在中国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日本却做不到 在中国的二十余年 素也近三经历了音乐制作技术的变化 更感受着和歌手组合们相处方式的改变 从收到工作邀请到商下 乐举数据的交接 甚至还有酬劳的支付 这些更多都是在微信上完成的 而且弄不好还会和一些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一起工作 变化真的太大了 素也近三深深感慨道 以前很多在日本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中国做不到 现在正好相反 在中国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日本却做不到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一直留在中国 现如今素也近三又多了一项工作 做中日两国音乐交流的协调 2000年以后 来中国录音的日本人多了起来 而去日本录音的中国歌手也在增加 以前货币价值相差太大 在日本制作成本太高 但是现在反倒是在日本制作的性价比更高了 素也近三说 下个月 日本录音协会邀请素也近三 介绍一下 中国录音行业的情况 他打算激励激励抽出中的日本录音界 别的行业早就开始和中国合作了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 可不要错过 不仅如此 中国游戏动脉音乐制作方也向素也发来邀请 希望和日本制作人联手 Pick中国音乐界的这位日本人 慢慢成了中国音乐人们的Pick男孩 作为录音师 混音师 中日音乐合作的协调者 素也近三亲身感受 这中国音乐意见的变化 今年47岁的素也近三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一直留在中国 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共同主办的2018年度中国最美期刊 临选活动已于近日启动 欢迎各位读者朋友 为北京周报 投上宝贵的一票 北京周报 A-Sign Review是中宣部主管 外文局主办的中国唯一的中央 及英文时政新闻周刊 1958年3月 在周恩来从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刊 肩负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使命 以新闻立刊 以言论建成 以传播中国声音未体任 客观报道中国的最新发展 公正评述国际重大事件 使国际社会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渠道 点击图片进行投票翻译 李一凡金之小则任编辑 陈伟设计排版 如以返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未经许可训票